這邊的招財神 紅包細細的地方 還有糖果 帶著財神官帽身穿細細紅衣 盛開春聯 一邊祝賀恭喜發財 接著送上糖果和紅包 這位財神還兼拆 最後將餐點地上 原來是外送員 財神送餐到家 這麼特殊的服務 立刻被網友PO文 引發熱烈討論 不少網友留言 在五福路有看過他 本來還想請他跳財神 還有人說 這不給小費 實在說不過去 還有網友很瘋狂 竟然想揪團到高雄叫外送 想碰碰運氣 看能不能巧遇這位財神送餐 很好 這會很有興奮的感覺 很有驚喜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 很有喜氣 很有過年祝賀的意味 下一個號碼就說 你怎麼穿這樣 公司是規定的 我都會跟他們一一解釋 其實就是 我個人想要這樣子打扮 財神外送員全身行頭 都是精心設定 財神衣是從海外買的 外送箱也貼上一副對聯 看起來超喜氣 自備藍牙喇叭 播放過年歌曲 還用小蘇打粉 把硬幣洗得亮晶晶 準備了七百個 一元紅包和糖果 要送給顧客店家 我希望藉由這身服裝 消除今年的一切災惡 這年頭外送員不好當 除了拼訂單還要搞創意 由於疫情宣溫 外送平台也祭出 過年期間除夕 初一到初三 外送服務不打烊 就看高雄民眾 叫外送夠不夠幸運 能夠遇到財神送餐上門 記住我的馬家喻高雄報導